哈喽 又到我们异想预告的时间啦 这一周呢 我带大家看很多不一样的展览 我先来带大家看的是在京都 非常夯的设计品牌叫SOSO 那么它来台第一天 竟然就引起了大排队 大抢购 很多限定款马上就抢抢一空了 不过呢 除了真的消费以外 其实你也可以考虑 在现场其实也有这个设计师 鞋版克2的原画 是不用消费就可以欣赏的 那这个SOSO最主要的是用 这个日本传统的花色做成很现代的设计 所以非常多的粉丝都很喜爱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的展览是 这个包办金马金曲金中的 三金视觉创意总监方序中 在之前呢 他有跟我们一起来直播了 聊了很多他对艺术的看法 那么这个《茶舞此人小花集画》 他变成了策展人 最特别的是因为他跟这个流行音乐 的渊源非常的深厚 他也设计过很多的创片封面 所以很多歌手有力挺他 像是我约念的阿信啦 魏如轩啦 还有林强跨界作艺术的创作 还有你记得吗 在台中花博引起很多好评的 《机械花》 这个豪华党集共团队也参与这次的创作 它是一个带你一起找失落回忆的展览 所以看完也是会很感动的 好 另外呢 这个台湾非常有名的主宝设计师 赵新奇 他在去年2018年参加完伦敦大师节作展之后 今年呢 他又受邀参加了欧洲艺术博览会 那这个博览会呢 也是非常顶尖的艺术品材可以进驻 他也是第一个在台湾以珠宝领域 可以进入这个艺术殿堂的珠宝设计师 而且呢 赵新奇他的珠宝艺术本来就有很多好莱坞名有喜欢 那么在今年的奥斯卡的时候 朱雅萝博姿就是带他的珠宝出席的 所以呢 可以说他的才华再度征服了世界 好 另外就是非常有名的打击月 这个 嗯 教父吗 朱宗信 好 他所创办的这个台湾国际打击月节 那么在今年有12个国家的团队都来台湾共上胜举 我们也来欣赏这个非常精彩的打击月 好 另外呢 就是赠票活动了 恐怖大妈这个赠票名单已经出来了 就在我们的YouTube的留言区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自己有没有中奖哦 恭喜你中奖 那么你也 如果没中奖 没关系 下一次再参加送票 锁定这一期的印象面带哦 拜拜